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我是祝文 來到東京旅遊的時候 總是覺得日本的零錢盒很難分 而且我不知道放哪裡嗎? 今天東京走的橋 試用一個可以裝日幣的零錢盒 而且我們會在各種不同 可以使用得到零錢盒場合試用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 旅遊時候的好幫手喔 我們現在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零錢盒怎麼使用吧 這個零錢盒使用方法非常直覺 打開之後呢 這邊會有幾個區域 然後它上面會告訴你要放哪一個種類的零錢 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把零錢放進這個洞裡 然後壓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平常放零錢的邋遢樣吧 我的習慣是 就把零錢直接放在我的口袋裡面 出來出現超多零錢的 然後數個零錢啊 就是真的是超麻煩的 然後就是一不小心的話錢還能掉 我們來試一下在人多的錢草商店 這些怎麼樣快速的買東西吧 買到囉超方便的 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方班機超級多的 那如果想要把手上的零錢花完 然後口渴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零錢盒 日本還有一堆用到零錢的扭蛋機 扭蛋機啊 基本上都是用一百塊一百塊來做技嘉 所以這個時候呢 用這個就很方便啦 就可以拿到囉 買到啦 這個東西真的很方便攜帶唷 在日本旅遊的時候啊 逛街逛淚了 二杯飲料是必然的 像我們剛買這兩杯飲料啊 四百八十元 小額的消費啊 用這個零錢盒真的很方便喔 以上就是這次東條實際試用的 那我們覺得真的是既方便又使用的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到下方的連結購買唷 我是寶寶 我是寶寶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